嗨大家好我是Lin Lee 最近我在網路上逛拍賣的時候呢 有逛到一個有關改裝Caseo的一個套件 就是把我們的原有的DW-5600 把它改裝成之前最火紅的 金色或銀色版本的B5000 那有鑒於看到這個套件之後呢 我就馬上行動 馬上也買了一支DW-5600 那我現在就戴在手上 等一下呢我就要把它拆開 然後我的套件也來了 直接把我的套件裝上我的新的DW-5600上面 把它改裝成一個不鏽鋼版本的B5000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來改裝吧 Let's go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裡面總共寄來的哪一些零件 第一個是它的這個錶殼的錶頭在這邊 再來是它的錶帶 還有拆帶的一些工具 然後還有一個固定的 手錶放在上面可以固定的一個小工具 算是它送的工具其實算是蠻齊全蠻貼心的 該有的都有 那我們現在就把我這隻手上的DW-5600把它拆下來 然後直接開始拆裝 好 DW-5600 好的那零件我現在都拿出來的 首先現在第一步呢就是先把它 這四顆螺絲先把它卸除 錶殼的周圍總共有四顆的螺絲 這邊 3 4 那我們現在來順便講一下它複的工具有哪一些 它有一個小的一字起 然後一個小的十字的一個螺絲 以及這個是拆卸錶帶的工具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拆裝囉 好的那我現在已經把四個螺絲總共都卸除了 好的那下一步驟呢就是拿它這個拆卸錶帶中間酸子的工具 把它的酸子把它用出來 之後呢就可以把它錶帶 還有錶殼拆卸掉 一樣我們就來使用吧 那錶帶目前都拆下來了 那要注意的是它中間這個酸子 記得不要掉了 它這個酸子如果掉的話會比較麻煩 雖然說它原本裡面附的零件也是有附一個酸子 但是這個原廠的還是把它留好會比較好 那接下來呢你看這個錶頭東西都拆得非常乾淨 它只要把上面這個外殼把它拿下來就可以了 好那現在這個就是它手錶原本的樣子 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裡面的殼是黑色的 那這是它的原本的外殼 是塑膠的外殼 好那現在呢我們準備來拆開 我們新的這個金屬的這個錶殼 那要注意的一點也是 它的這個零件包裡面 它也有附這種小的螺絲 所以這個在拆的時候真的要小心 如果一個小的螺絲不見了 其實是會比較麻煩的 那拆開的話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其實說真的它的質感其實還蠻不錯的 它的這個外面外圈這邊的部分的話 這樣有點反光 不知道這樣看不看得到 它的外面中間這一圈的有寫G-Shock 跟這個Protection的這個字樣的這個地方 它是做比較霧面的一個樣子 然後在外殼的部分 它就是做比較亮面的一個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把這個金屬的蓋子把它蓋上 它手錶的這個機芯 本體的機芯上面 那只要聽到扣一聲呢 就知道說它有完全的把它扣上 它這個水門手錶的零件裡面 那接下來呢就是把它四邊的這個螺絲呢 把它鎖上 四邊的這個螺絲把它鎖上 好那現在表格已經鎖緊了 總共四顆螺絲都把它鎖上去了 其實它這個螺絲稍微是有點凸凸的 它是原本設計就是這樣 可能設計是有點像類似 鎖定的那個設計 其實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超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那接下來就是把我們的錶帶 把它拆開 那它裡面的錶帶的話總共就是有附錶帶 然後還有兩個酸子這樣子的工具 那這個就是錶帶的樣式 給各位看一下 它裡面的話 還是必須可能要 簡單做個擦拭 那整個重量其實非常的重 而且我非常喜歡它這次也是這樣表帶有這種類似像錶釘的這種設計 那我們就把它裝上吧 Let's go 好了那我們手錶已經裝好了 大概長得像這個樣子 好了那我們手錶已經裝好了 其實跟他們的B5000說真的還真的是蠻像的 蠻有B5000的那個風格 好 大家非常好 我們經過了 一段時間的努力 終於把我的錶帶也拆好了 然後錶結都調好了 說真的這個質感真的是挺不錯的 我給大家看看我 就是直接帶上去的樣子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 真的質感真的沒話說 跟 B5000真的是有幾分的 神絲 只是它的這個外面外圈這樣不一樣而已 所以其實大致上看起來是真的是還蠻神絲的 而且重量的話其實 還蠻沉重的 如果你要配在這樣表 然後 搭配比如說 西裝正裝其實來說也是OK 因為這整個 都是不鏽鋼的 看起來也不會說 太過於年輕 或是太過於說 不夠正式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現在看起來 好,那這隻G-SHOCK呢,我已經把它完成了 那如果有想要購買或是有意願改裝這樣子套件的朋友呢 我會把購買的連結放在下面的說明欄裡面 有興趣的話你們可以自己點進去 然後買來自己改裝看看 那我是恆里 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然後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啦,掰掰